郑馨仪,房祖民公布女照片,成容很开心现场取名房友宜,郑少秋激动落泪,邓光荣,这孩子像她外婆,妹妹妮可以安息了。 现年34岁的郑馨仪最近再度成为焦点,无心插柳的减肥方式竟然有了极大的效果,三个月内成功减去了20磅约和18斤,整个人看起来清爽了很多,身材,脸型都比从前瘦了很多。 郑所为人逢喜事精神爽,好事还成双了,在减肥成功之后,郑馨仪上传了一张靠在神秘男子肩膀的照片,也引发了众人的讨论与关注,而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郑馨仪的新男友目前在香港经营了一家花点咖啡,两人交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郑馨仪多年来给外人留下的印象除了是新二代之外,就是身材比较肥胖,说起来这两个特色一直是郑馨仪多年来比较在意的,尤其是新二代的标签。 身为新二代,这是无法改变的,父母都是明星艺人,注定郑馨仪从小就是活在新二代的光环之下。 对于这个光环,她相当排斥,尤其是入行发展成为艺人之后,因为很容易抹杀掉她的努力,甚至被误认为她所获的成绩都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为了甩掉新二代的光环,郑馨仪努力了很多年,终于在2021年以歌手的身份获得了全面的肯定。 她终于可以很自豪地对外宣布,自己是歌手郑馨仪,而不是新二代郑馨仪,在将新二代的标签成功撕下来后,可能还会令郑馨仪在意的就是身材的问题。 对于身材的问题,坦白说郑馨仪曾经很在意过,但是从2015年之后,她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外人也接受了这样的郑馨仪。 郑馨仪可能遗传了母亲沈殿侠的基因,加上从小吃得好,所以多年来都是胖嘟嘟的样子。 2003年前后,逐渐长大的郑馨仪意识到瘦身的重要性,于是开启了急速减肥的生涯,还一度成为先体公司的代言人, 令自己的行效焕然一新。 不过当年那样的减肥方式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一旦不注意就会反弹,这给郑馨仪意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与压力,最终她放弃了维持瘦身的状态。 2015年发表了一首作品《你受够了吗?》正式宣告不再刻意减肥,要做回自己。 后来郑馨仪意的身份又恢复了往昔,不过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自己,外界对这样的郑馨仪意也已经接受, 不会再去讨论她的身材。 没想到郑馨仪意突然又瘦了下来,郑馨仪意在2021年底就透露自己在进行生酮饮食法减肥。 虽然是减肥,但是没有刻意的行为,能够减肥成功当然好,不成功也无所谓。 没想到这种食疗的减肥方法如此有效,令她在三个月内减掉了20磅。 三月中旬的时候她无意晒出了一张戴着口罩的近照,引起了大众的讨论。 大家讨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郑馨仪瘦身成功,除了身材显瘦之外,脸型显瘦最明显,因为戴上了口罩都能感受到她瘦了,说明她是真的瘦了。 就连郑秀文、毛顺云都点赞赞美,而另一个焦点则是照片中她靠在了某人的肩膀上。 这个某人引发了外界的好奇,认为郑馨仪谈恋爱了,郑馨仪的感情生活多年来备受外界关注。 自从与上一任外籍男友分手之后,郑馨仪一直保持着单身的状态,期间与歌手许婷坑因为走得过于亲密传出过绯闻。 后来证实两个人只是闺蜜的感情,没有男女朋友的关系,郑馨仪的感情状态就一直沉迷直到今天。 而在这位神秘男士被曝光后,有媒体一度表示对方是外籍发型师Benjamin,因为此人频频在社交平台上与郑馨仪互动。 不过根据网友香港媒爆料指出,郑馨仪的新男友是The Florester的老板Berrick。 对方比郑馨仪一大四岁,曾在英国留学,口才了得,双方是因为两狗而产生了共同的话题。 最终南方夺取了郑馨仪的芳心,才低调发展成为了情侣。 The Florester是香港的一家网红花店咖啡,是近年来香港的网红打卡的。 店内除了有鲜花服务外,还提供续苗花球,更设有咖啡下午茶的服务。 由于装修别致,店内处处都摆放了植物,开业后成为网红最喜欢帮衬的地方。 而郑馨仪与她Florester的关系在二月的时候就出现了端倪。 当时她已经背着这家店的tookback拍照,演员已经沉浸在恋爱之中。 而对于郑馨仪的这段恋情,她所属的唱片公司不知可否, 以谢谢大家关心作为回应,也等同承认了郑馨仪在恋爱中。 只是这是属于艺人的私人生活,所以不便回应。 郑馨仪如今也谈得上是事业有成,如今减肥成功了,又收获了一段新恋情, 真是喜上加喜,希望早日听到郑馨仪亲自公开这个好消息。 早日开花结果,郑馨仪的妈妈是香港已故知名主持人兼演员肥杰沈殿霞, 爸爸是郑少秋,由于郑少秋出鬼关精华,郑馨仪八个月时, 沈殿霞选择和郑少秋离婚,郑馨仪早产了四周,体质比较差, 肥姐担心女儿养不大,就把新儿改成了新一字,宝盖头也有家的意思, 她希望用家照住女儿,让女儿健康快乐地长大。 为了弥补女儿,肥姐在物质上无条件地满足女儿, 住大屋,坐辆车,穿辆衫,吃大餐,这种满足甚至到了你爱的程度, 郑馨仪早上起来就要吃鲍鱼,十四五岁之前没有一个人睡过觉, 因为大人怕她着凉,同学来家里玩,郑馨仪说你们多吃一点, 我妈妈赚钱很容易的,郑馨仪因为体重过胖,加上爸爸妈妈身份特殊, 她没少被人嘲笑,沈殿侠虽然对郑少丘有过失望, 但却没有让女儿仇视自己的爸爸,她没有原谅关金华, 但不会阻止郑馨仪与两个同父一母的妹妹接触。 郑馨仪入圈初期,受到的争议更甚,2005年儿歌金曲颁奖典礼, 18岁的郑馨仪演白雪公主,对演王子的吴卓戏献吻, 结果收到了过百分投诉,周刊把她的照片做成标榜, 认为她故意加戏,说太恶心,形容这是死亡之吻。 不管外界怎么潮,肥姐依旧不予一例地尽自己最大能力为女儿铺路, 生病后的沈殿侠想尽办法脱股,安排信托基金管理遗产, 内容规定郑馨仪35岁后才可动用遗产, 这之前她每月只能从基金中提取2万元生活费。 这份协议的微妙之处是,即使身处逆境,处处碰壁, 郑馨仪仪仍然要自力更生,直到她真的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在贵圈生存下来。 而那个在沈殿侠去世时,哭着对外说我会争气我会怪的郑馨仪也没有让妈妈失望, 凭实力翻身,她凭一曲女神拿下我最喜爱女歌手, 才重提当年的死亡之吻,说当时真的很介意被取笑, 但也感激那些笑过自己的人给了自己动力。 在这期间,她最穷的时候一度陷入经济困境, 沦落到户头仅剩下104元可花。 虽然经济窘困,但郑馨仪始终都没有找爸爸正少求求助。 她也靠自己能力,经济越来越宽裕。 菲姐生前留下港币6000万元遗产, 要求郑馨一年返35岁才能继承。 如今她已经34岁,再过不到一年就可继承全部遗产。